學代研究計畫的主持人 他就在雲林科技大學的高蘇 王彥密 他調查就發現 其實學代現成的事件 差不多就在前程的默契 一切都在日本所謂 不過這段事件 學發流失都非常嚴重 據說台灣在學代的行業 差不多就在復健勢力角度 台地也有空 也甚至不在自己的身份下台 不過忍用的情緒也有興趣 實在非常困難 語言的部分已經上市了 很多的鄉親 他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 那對於我們要去執行的時候 那我們要去問 又不知道去哪裡去找客家人 主要的困難是說 現在現代人比較不注重 他們祖先的來源 所以也就是說 他遺忘了祖籍地 所以我們雖然隱約知道 他們可能是從哪裡來的 是沒有充分的文字資料去斷定 他原來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這個祖籍的遺失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們很多是一個 很模糊的狀態 沒有辦法判定的狀況 非常非常多 大概占了一半以上的判例 文化的植入如果就強失的話 會造成反效果 那我們其實第一年的時候 我們有很急切的希望 告訴你其實你是 你不要忘記了 那你可以來做恢復 可是我發現反彈太大了 甚至會有公所說 你知道我們去敲門 去人家訪問人家會把我趕出來 那後來我們覺得說 我們不應該這樣子的這麼強勢 所以我們會比較慢 慢的去做這個推動 不過恢復那現實的親切是 天然老人家停停地下跌 調查結果實現也都會 西口它是一個 與時間賽跑的一個象徵 那我們不做看到 其老一直在凋零 其實我內心非常的擔心 也很害怕的 結果我們會發現到 這個其老走了 等於很多的東西 很多的資料資源的部分 它就是就斷掉 許退國變 東東師傅 無鐵死是無鐵力 對種肉都提供 提供什麼為清純學代 也會學代出去 聽聽的本音共睹 最主要就是 文化多樣性 就是說人類跟生物強勇 文化跟生態生物強勇 那個時候 人生態變成一方的世界 也要整個無法度平衡 無法度平衡的世界 整個會侵蝕 其實在人類的生存 還有其他的挑戰 我個人覺得我們並不是要把 台灣的客家人變多 而是讓大家知道說 台灣這個漢人社會 基本上是 民客一起共同創造的 那客家人變客底這個事情 基本上是一個族群融合的結果 它是一個文化的現象 所以既然知道自己是客底 那對客家的文化的接觸 就會更進一步想去認識了解 但是有助於我們去認識 台灣的多元族群文化 天然不同的選擇 現在客家會跳下去目的 只能繼續跟他挑戰感求 對這個意圖的宣告 客家的屁股也很難翻證 客家新聞共同門 林秋冰 綜合報告 我已經在寫開箱 約職員便不及 離開箱 在旁邊 我把你給他們